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大科学家 他曾经接受过记者的采访 他谈记者问他 请问爱因斯坦 你对神的存在有什么看法 爱因斯坦刚刚送走一位朋友 咖啡啊饼干啊糖啊还在桌子上 这个时候呢 他看在桌子上的糖果饼干咖啡 对记者说 记者先生 请问你知道吗 这个糖果和咖啡还有饼干放在这里 是谁放的吗 这个记者说 当然是阁下您了 爱因斯坦说 小到咖啡 还要一种力量来安排 请你想一想 这么大的宇宙 这么大的星球空间 有多少个星球 按照某一个轨道 按照某一个轨道在运行无间 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 难道不是神的力量吗 爱因斯坦又说 也许你阁下会说 我没有看见过神 我也没有听到过神 你让我怎么能够相信神的存在 爱因斯坦跟他说 你具备了五种人的感觉 那就是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还有触觉 但这种五官 对你自己 对事物的理解 那是非常有限度的 例如 紧紧耳朵的声音 在二十赫兹到两万赫兹当中 你的波长 人才能听得见 视觉也是一样 一个人的眼睛 看得到的东西 只是一个发光的 能够有闪亮的物体 可见 光仅仅在电磁波的大家族当中 它是一个小小的波段而已 所以人看到事物 那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宇宙学 用动力学来做这方面的解释 研究到星系的总质量 远远的超过了星系的总能量 所以现代科学研究出 这个世界能够看见的是为明物质 而看不见的是为暗物质 想一想细菌看得见吗 想一想空气看得见吗 想一想我们很多的思维 因为你用眼睛能看见 但是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在观察宇宙 就像一个视力很正常的人 观察大象一样 而科学的方法 只是一群盲人在摸象 他们的研究成果 绝对不是能够想象和描绘出 大象的全部和它的真实性 佛陀教育我们 但求本要不愁没 也就是说 佛陀方便说法四十九年 长说短说 巧说妙说 并非它想告诉我们 大象的鼻子有多长 它的尾巴有多长 这类技术的问题 而是佛陀想让我们 盲人一群的人 睁开你的眼睛来看看 这个世界而已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地球 他说地球是一个最圆形的 安摩罗果 就像一个圆的果一样 这是两千年之后 才被科学家证实的 地球是一个圆的 佛陀说 一碗水当中 有八万四千个生命 这种微生物 如果人类没有发现 显微镜 恐怕我们到今天 还不知道 什么叫细菌 所有的科学定律 只是在特定的时空当中 才能成立 所以我们学博人 一定要明智 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个世界有特定的安排 但是我们人 可以用我们的心 来安排我们的一生 好好学博 天天学博 你一定能够在人间成佛 一定会回到天上 我们佛的怀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